由于担心学校内部的疫情传播 以健康原因申请豁免工作的安省教师人数激增 代表全省家庭医生的组织不得不推出新的相关指引 各教育局已被要求优先考虑有医疗豁免的教职工 据报道 安省家庭医生学院院长杨恩透露 家庭医生们正越来越多地收到要求豁免工作的请求 其中许多来自教师 代表全省超过12,500名家庭医生的OCFP 因此提供了新的指南 指导其成员如何处理由慢性疾病者提出的工作调整请求 杨恩称OCFP的指标是慢性疾病必须是严重的 不能很好控制以及需要免疫抑制的 其严重程度需要的不仅仅是普通工作的调整 这可能意味着严重哮喘或高血压或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 会因癌症 炎症性肠道疾病等各种疾病 而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患者 可以提出不到校工作或免或其他工作调整 安省中学教师联会主席比兹科夫表示 我们的一些教育工作者疫情之前能够在课室内工作 但他们有潜在的健康问题 现实在面对面的环境中工作风险太大 他说提出这类要求的工会会员现在越来越多 在多伦多公校教育局TDSB一项2.4万名长期雇员的调查中 有95%表示计划返校 其中五分之一称可能会在新学年提出工作调整要求 在皮尔区教育局目前已有440多名教师因个人健康原因 要求在学年开始时进行工作调整 其中有366位教师已安排了网上教学工作 省卫生厅发言人赞成指出 家庭医生应利用他们对患者的临床判断和了解 因为这涉及患者可能提出免于到校工作或远程工作的要求 但家庭医生不能决定其工作调整是否必要 根据OCFP提供给家庭医生的指引 应由雇主根据人权法为其员工做出工作调整 教师工作调整的决定权最后应该在各教育局